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土字应该相对来说是湿嫩一点 因为天气比较干燥 所以竹边省的话 基本上也长不起来了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 你看这个朝下面 这个位置有一点点裂缝 这个土看起来还是算比较湿嫩的 现在能看到这么湿嫩的土 已经不错了 基本上到处都是干得起黑层 这个还行 你看这个朝下面 这个位置 咱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你看这上面好像没有裂缝 但是往这个侧边一看 这个地址 看 我遇到我这个裂缝 很鲜艳的 还好没出土 一直裂到这个地方来 这土都是干巴巴的 这个就老了 你看 只有这丁点了 这地方还算可以吃 看这里 看这个 都已经成竹边了 开始花黄了 所以 这块土都滚得老高了 看来又没希望了 哎哟 你看一下 这个都老了 它直接枯萎掉了 所以这个竹边是你不挖掉 它照常会断头 你看 这个地方 是吧 它长到没有土的地方 它就会枯萎掉 这个来看一下 哟哟 这裂缝也倒是挺大的 应该可以这个 看样子有点深了 面的土 也越来越松了 哎哟 哎哟 结块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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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老高了 哎 这个还行不行啊 哇 光到这里面去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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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被掌啊 几层扁扁的 哎哟 还有点 哦 还有点漏 这一点才可以 这个沙土 所以应该可以了 哎哟 哎哟 也只剩几节了 老得真快啊 哎哟 这个肥是挺肥的啊 就是漏不多了 哎哟 这树都烂掉了 还真一点不敢过 在这个山路中间 你看 那边一条隆起的竹边呢 这里已经老了 往这里看 哇 这么大了 这一桶都土的 还是应该有点漏的 看 像个牛球 这里裂缝真多 不过这些都是干起来的裂缝 旁边走下 这一条好像不对了 这一条 看 它裂的比较宽 然后带这种长条形 我估计里面肯定有变手 就会不会有点照片 嗯 那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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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条没错 就是这条边是整的挺费劲的 哎呀 才起这么一点漏 这轨天气随便冻一下就冒汗 来到这个小溪边要凉快洗多 在这里盛毁凉 今天沿着这个山边装了一大圈 在这里找竹边水 钻了一千才挖了十几二十条 看上去的话也有三四斤左右 拿这些回去煲汤 把这个壳剥掉 老的切掉 基本上也是没多少肉了 还点多放点排骨 这种汤也是非常的鲜美的 夏季要多喝汤 现在竹边上不是没有 有些的话已经老掉了 还有的话已经枯萎掉 因为这个气温高 然后雨水也不足 所以的话基本上是长不起来了 它一年四季都会生长 它主要生长旺季在六七月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老铁们观看 下期不见不散